原标题 此人早已暗中起义 全军就回去他一个 居然还被国民党当作英雄在1947年 当时陈毅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来无战役 在63个小时之内就一共伏敌4万多人 而敌人从前线指挥带到那些军长和师长 一共有20多个被俘虏 有两名被击毙 在这场战役中一共兼敌6万多人 素律说这在整个中国战争史上也是空前的 叶飞将军后来也说了 这是我军的一个范例 但是实际上却离不开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敌人第46军军长韩戾成 在战役中韩戾成的作用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为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提供军事情报 第二是拖延敌人的前进速度 导致敌人身陷重围 第三就是放弃了对46军的指挥 而这支军队也因为陷入混乱而导致被歼灭 当时是三军22日 李仙州带领两个军 外加一个师准备对包围圈进行突围 韩戾成的果断放弃了指挥权 带领人 自己的警务台离开了部队 在当时我找的两个联络员的带领下 韩戾成在一家饭店的后院坐着 等到第二天突围的时候 李仙州为了寻找韩戾成 不得不把六点开始突围的时间改到八点 李仙州他们刚走 火军的一个中队就立刻占领了莱武城 并且把韩戾成以及他的警卫牌和联络员全部俘虏 韩戾成在被抓之后 联络员再三解释之后 才把他们押到七栋队去见司令员 刚好其中一个联络员 是许是有曾经的一个车账 和司令员相识 在司令员的帮助下 联络员带着韩戾成赶紧往指挥部走 等到过了几天才找到了华野总部 当时的华野政治部副主任 间接待了韩戾成之后 陈毅元帅又亲自款待他 国军的将领以及其他部队 全部被俘虏或者击毙 而韩戾成部队的一个师长 副师长 参谋长 团长 也全部被俘虏了 也就他一个人安然无恙 之后 韩戾成请示 希望他能够放他逃 回南京 继续为党工作 然后 陈毅也同意了他的请求 之后 韩戾成带着一些得力干部 回到了南京 因为当时李仙州大帝 实在是太过于惨不忍睹了 所以 韩戾成回去 不但被升为中将了 居然还成为了国民党的大英雄 那么 韩戾成作为败军之将 是如何获得蒋介石重用的呢 实际上也很简单 因为胜负乃兵家常事 而且 在抗日战争中 有很多国民党将领 但后来也得到了重用 后来 韩戾成在我军经典的孟良故战役中 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55年 韩戾成被中将军衔 还成为了甘肃省的副省长 国防委员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